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路走来二十年当后想 来此际是我这一生中感觉到最受惠的 因为有很多机会让我学习 从1995年开始 第一次回去就有机会去随时行 1997年 亲自跟我们的念师傅学习打法器 很感人的就是说学以后 回到这边还有这样子的姻缘 带领礼拜法花经续三年 2003年吧 我就有这样子的姻缘去台湾去学 花道、茶道跟手语 所以回到这边就有这样子的姻缘 在茶道教了七年 我还没有进入慈祭之前 我是很喜欢拜祭的 当时候真的是拜佛 因为我是有所求的 凌晨三点我可以起来念地上经 因为念地上经有二十八重地义 那到我走进慈祭以后 深深地从上人的法里面去体会到 其实真正的学佛 最重要就是修改我们的习气 真正去回归清静的本习 改变自己 翻译的工作呢 让我能够真正地深入上人的法 虽然说有时候要赶的时候呢 在睡眠的时间真的很短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 希望说这样子的一种翻译能够 让受益文教育者都能够收回 所以当你知道说 这样一个有意义的事情在做的时候呢 当然你很喜欢的话 你就不会累 好像上人说 我们如果做喜欢的事一定不会累